字幕提供 《大香港早晨》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了 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人一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生日快樂! 是啊!今天好像都OK多課金 感謝課金 是不是因為生日呢? 一定是 生日慶祝 不是新年 這個大家給予反應 看不看得到 聽不聽到 課不課金到 歡迎大家繼續課金 這一節講什麼呢? 課金不是剛才讀完的嗎? 遇無意外 好 那我們等一下完節目 這個二千元都讀了 是啊!感謝課金 你有二千元課金這麼多 繼續試試課課不課到金 怎麼搞的? 為什麼你有二千元課金這麼多? 大家都有課金 發大財 是啊!厲害啊!大家 喂! 我今天就 新精頭就講過 即是不幸的 不幸的新聞 那個不幸新聞呢 就是哪個不幸都難說 話說剛剛昨天就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 陳俊翰呢 原來在年初二 就已經因為感冒的病發症 就逝世了 陳俊翰是誰呢? 陳俊翰就是在賀龍夜夜秀上面 王菊 王菊是王之 王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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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賀龍 在賀龍夜夜秀上面呢 就拿來開玩笑 叫做開玩笑 這樣有爭議啊 這樣的描述 就叫做開玩笑 或者所謂的散笑殘將 新將人士事件裏面的主角 就是這位陳俊翰 陳俊翰呢 本身他就是 患有這個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 他就 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都取得這個律師資格 這樣呢 也都被民進黨 在剛剛那次選舉裡面 提名為不分區的立委 但是呢 就排在第16 第16 這樣呢 然後就因為這個事件 就 因為這個 作為一個參選人 但是就排到16 其實也沒有什麼 當選的可能性了 這樣就被王之安 在賀龍夜夜秀裡面 就拿出來說 就說呢 在台灣選舉就好像做秀 什麼都齊了 有歌聲啊 有應援啊 有表演跳舞 還推出殘障人出來 然後就支持民進黨 其實就在說民進黨 就說他販賣矯情啊 善情啊 消費殘障人 就是他的角度 但是他這個 講完之後 賀龍就笑了 賀龍和另外一條女 我忘記了一條女的名字 然後就 哈哈哈哈 好好笑 哈哈哈哈 然後就扮她 就是 就是 新年前 我做節目 我在國立大台有講過 就是這個 薩泰爾 薩泰爾 薩泰爾旗下的一個節目 就是這個 賀龍夜夜秀裡面出的那個事 上次就講 我在國立大台講過這件事 大香港早晨也講過這件事 上次講這件事的時候 就說 他就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民進黨 上次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就說 喂 民進黨已經拿著幾張大牌了 這樣 就是 之前節目也講過了 就是 薩泰爾 其實是經常都有這些 這樣的冒犯事件 變成他本身就 原諒值並不高 包括他老闆曾博恩 雖然他是受歡迎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在這些事件上 原諒值不是一個高的團隊 和人物來的 賀龍本身不算 但是曾博恩本身的原諒值不是很高 然後就 有人說感冒一定是其他事情 不是這樣 所以 肌肉萎縮症 這些 小小 小小 小小併發症 就很容易 其實隨時 隨時走都說不來 沒什麼特別的 這件事 我想說是素主不幸的 素主不幸 大家的不幸 剛才說的事件 就是說 在上次的描述上 這件事 其實就是 民進黨拿著幾張大牌 首先就是 自己有個 殘障人士 站在自己的那一方 然後 他在網絡 向來 橫行霸道的代表 再加上 就是 這個薩泰爾 本身並不是很好的 有很高的原諒值 照計 出了這樣的事 民進黨就向他發炮 然後又取消了 黃志安的簽證 然後又 民進黨發言人 去吵架 何龍野的時候 打算沒有死 但是 民情不是一面倒 傾向民進黨 甚至乎是 比較不傾向民進黨 但是話口未完 風向又轉 這件事沒有多久 說的是幾個星期 一個月之間的事 說完 然後 陳俊漢 還在 上次我做節目也播過片 陳俊漢去回應事件 回應黃志安道歉 回應賀龍的回應 各樣東西 說完之後 然後 轉頭就死了 死了 死了 就另一件事了 死了另一件事了 這個黃志安 嚴格來說 是沒有正式道歉的 因為黃志安說過幾次 他認為不是他去刪消陳俊漢 他認為不是他去拿陳俊漢來開玩笑 他只是想指出民進黨消費陳俊漢 他甚至乎有一個 那時候有一段影片好像還未離開台灣 他還說 其實他是去評價這件事 後來他飛到日本的時候 有拍過一段所謂的道歉片 我也在節目上播過 那段道歉片也不是真的道歉 那道歉其實就是講自己如何被民進黨 妄報 封殺 去到賀龍夜夜秀 賀龍有一個道歉 賀龍叫有一個道歉 但是賀龍整個道歉 和當晚整個節目 都是在講民進黨如何打壓言論自由 甚至乎在賀龍夜夜秀的回應上 賀龍簡直就是在用一個反諷的形式 就說 他們 賀龍夜夜秀整個團隊 往後都會無條件地支持民進黨 就顯示出 這個當然是反話 用這個反話來表現出 就是說 我現在害怕你民進黨了 你民進黨很惡惡 你民進黨執政黨大惡惡了 原本這些等等等等 都是作為一種 即是 一個散笑的延續 甚至乎是一個 一個 呃 呃 或者是搞笑 又或者是討論事件 那個 的 空間 應該被尊重 摩扔 不應該把事情看成為 是針對陳俊翰的 這樣 但是陳俊翰是死的 這樣就 糟糕了 這樣就糟糕了 陳俊翰死的消息一出之後 之後呢 然後呢 黃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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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安馬上又立刻出個道歉 出個道歉文 有道歉文的 他就說 之前已經寫定了 不是看到陳俊翰死了才寫的 但是他死了才寫出來 這樣 然後 賀龍也立刻表達遺憾 但是 現在 當然現在還在爭吵 不如昨晚 Flex就吵得很厲害 昨晚 Facebook Facebook 和Flex 在台灣圈子也是 吵得很厲害 悼念 悼念之中 來講 再一次撩起 又再討伐 賀龍 嗯 那麼 Focus 主要去了賀龍 更多去了賀龍 為什麼更多去了賀龍 因為 黃志安 已經被驅逐出境 算是 就是Carn of 驅逐出境 但是賀龍呢 就 喂 現在 你還是在台灣 還在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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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秀 這樣 對 這一下子真是人死為大 他死了真是難搞 現在 死了惡搞 道理上來講 死了關不關事 死了關不關 之前那些 之前 來 原理上來講 原理上來講 如果咬死牙關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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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述 論述 我假設是一個論述 或者不要說論述 整個討論 整個辯論 整個辯論 就是 之前 在討論著 陳俊翰 你 坐著輪椅 被人推上台 支持民進黨 這件事 是 你被民進黨消費 但那點是陳俊翰 自己是不覺得被民進黨消費 但是拿著你來講 就是 民進黨推你 上去 上去的台上 那是他消費你 他拿你 你自己的心 怎麼想都好 你自己多支持民進黨 也好 但是他會選中你 是因為 貪你好消費 貪你夠矯情 好了 正在討論這件事 討論這件事 而且 也在賀龍夜夜收 為何會延伸這個討論 為何會出了這個話語出來 也因為 就是 賀龍叫王子安去討論 你怎麼看台灣選舉 那他作為一個大陸人 作為一個 他有個身份 作為一個所謂的流亡央視記者 他就說 我作為一個這樣的大陸人 我去看你們台灣 我去看台灣選舉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樣 就是一個 雜傻 表演 娛樂圈 好了 那我討論這件事 跟你死了沒有關係 我是在討論現象 我在討論整個社會政治現象 我討論完 你都會死的 你總一天會死的 是不是 我討論完這件事之後 你三十年後都會死的 嗯 假設你長命百歲的話 我討論完這件事之後 你六十年後都會死 你可以這樣討論 但是 情緒不是這樣 討論不是關於事實 辯論辯駁 永遠都不是關乎事實 他永遠都是關乎情緒 情緒就是現在人死了 人死了 嘩 那個 簡直就是 在Fast上面 有一段說話 不知道怎麼反駁 其實就是很想反駁 我又 我沒有想反駁 我意思是 我看到有一個辯駁 是這樣的 有一個辯駁 就是講到剛才那件事 就是說 現在 到底是明白 就是陳俊漢一死 民進黨 或者親民進黨那幫人 就已經馬上把握機會 就向賀龍發炮 嗯 馬上向賀龍發炮 那當然也有些 不妥民進黨的 是的 就是把民進黨稱之為陸共那些 那些這樣的網民 又是拿回那個辯論出來 拿回那個辯論出來 就是說 就是那個辯論出來 就是說 欸 喂 兩者沒有關係的 賀龍夜夜秀 當天在討論的是台灣選舉的矯情文化 跟今天 陳俊漢死了 沒有關係的 兩件事 不會因為今天陳俊漢死了 而令到當天的辯論內容改變了 當天的討論內容是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他今天死了的討論 也是一樣的 好了 接著呢 就是這樣說 那些民進黨支持者 去攻擊那些 你當他是 就是 你當他無論是民眾黨支持者 你當他是柯粉也好 你當他是 反民進黨也好 這個呢 就是 他就說一件事 他就說 你還好意思這樣說呢 你這些賀龍fans 你還好意思這樣說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陳俊漢 陳俊漢 其實你留意一下陳俊漢 他那個這樣的 他那個這樣的 過身的時間 是年初二 但是他的死訊是何時公佈的呢 他的死訊是昨天才公佈的 他年初二已經過了身 但是他故意將這個死訊 HOLD到這個 15號 初六才公佈 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好好的過年 陳俊漢 陳俊漢的家人 在陳俊漢過身這件事上面 都如此善良 你還好意思去攻擊他 這樣 你也不知道怎樣 他現在告訴你 就是 矯情接霸 容許我用廣東話保護底下 我真的想評論一下這番說法 就是他意思就是說 你看看陳俊漢 陳俊漢死都死得善良的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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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死法 以及公佈死訊的方法 都有分善良地公佈 以及不善良 就是難道有惡意公佈死訊的 就是有人惡意公佈死訊的 就是我趁你生日就告訴你 我趁你生日就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個人死了在非洲 難道這樣 每一天都有人死的 是不是 你這麼偷偷去找他 但是就刻意在尖生日那天跟你說 就傳個訊息給你 你知不知道今天有人死了 難道有這樣叫惡意公佈死訊嗎 他善良公佈死訊 你怎麼搞的 善良 他公佈死訊的方法這麼善良 你還好意思去說他 Anyway 就是 這個就回到 我想說最想說的 就是 賀農 賀農 你真的思考一下你的career 火神當 我早幾天 不是早幾天 我上個月做了一集節目 就是講 那一集表面上的題目就是講Vicky Jairis 實際上就是講雙傑 我們在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分析了很多次 為何Vicky Jairis可以講這麼多地獄 為何Vicky Jairis可以講這麼多地獄 我在節目上 很久之前在節目上講過一次 然後 一個多月我又再講一次 說到尾 Vicky Jairis之所以可以不停地去講 冒犯 講地獄梗 是因為他有地獄梗的混 你明白嗎 這正正就是符合我那天笑死鎮說的話 如果你講完笑話 講完之後他死了 那你的笑話就 那個就 地獄直通車了 你明白嗎 你要講地獄梗 你要講地獄梗 前提就是 你未來下不下地獄 你不知道 你不可以過一瞬間直墮地獄 你講完那個對象死了 你恥笑完 你恥笑完 就像我一樣 我恥笑完何俊仁 何俊仁即刻公佈了死信 死於獄中 所以我盡量不講 講完這次真的不講 因為 開始越來越接近 原來是哪裡的 随著他年齡的增長 那個危險程度 越來越增加 你說 一講完 他馬上說 陳班長這些笑話 他不怕 陳班長這些笑話 因為我看他 雖然他有腎石 但是那個腎石應該也 一段時間還沒去到 他是腎石還是腎病 我都不記得了 還是洗腎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 雖然他包腎 包到腎有事 但是 看來距離 喪生也還有一段距離 是不是 死於腎病 應該也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呢 所以 都還可以講一下 但是其他的就要謹慎一點 也要去拿捏一下 但是賀龍來也說 賀龍和王志安 雖然你再講就是 那個說話的王志安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是賀龍的節目 賀龍其實是無辜的 賀龍其實是無辜的 但是 你作為一個搞笑藝人 我作為一個同行 我跟你說 你真的沒有得到搞笑之神的庇佑 這個真的不到你不相信的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去做表演 但是我想 脫口秀 洞篤笑 搞笑這個路向 尤其是 你在這個 薩泰爾 做這些冒犯 就是所謂的 薩泰爾就是這樣 就是把那些東西 說成為 就是 美式 美式幽默 美式脫口秀風格 不是 這個風格 本身這個風格 本身就不長久 而且危險 再加上 你說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不可以呢 相對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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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來說來說 比你來來說 比你來來說 你老闆曾博恩 相對比搞笑之神 眷顧多很多 毫無疑問 至少賺錢才明成離開 他冒犯 雖然引起了很多爭議 但是 他沒有面對到一些 即時撞場的狀況 但是你有 甚至乎 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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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白冰冰 過了生的女兒 來開玩笑 你想想 你說完 白冰冰就馬上過生 那你就直接撞場了 你公司沒有試過 像你那樣 現在直接撞場了 那這個是 那不是技術考慮的問題 也不是 那是政治技術 都不能夠討論的範疇 而我直接跟你說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研究這件事 研究了這麼多年 我最近都特意做了一個節目 擺了笑死朕 研究這件事 而你剛剛成為一個案例 我也挺肯定 而我又觀察這件事 也觀察了這麼多年來講 我也挺肯定 就是 有些人就是沒有這個運 沒有這個運 就不要硬碰 不要硬碰 但是你 你的知名度 你拿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作為一個藝人 就是 現在 所謂吃流量飯的人 對你來說沒有壞 尤其在台灣這個地方 但是 搞笑就未必再適合你了 我覺得 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把流量轉型 轉向另一個方向 轉向另一種做法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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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似乎就不乃 不乃這個格 那麼 轉一轉去另一種的流量經營方向 或者叫做拿著你現有的流量 去經營另一種的形象 另一種的表演模式 但是 現有這個表演模式 我相信真的不適合你 相信真的不適合你 即是撞場撞到這麼硬的話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這個啟示 你是沒有這個地獄get的運 不要再搞這個方向的事情 就是 開了一個地獄 直通車就無能為了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 讀起課金 很多課金 有新課金 有新課金 對 那就發達了 是你的新課金 我發達 一起發達 看看 即時課金總額是有 3900元的 富裕 看看 富裕的社會 對 感謝課金 這個就是美麗的國家 老闆有1600元 感謝 莊智英有2000元 感謝 阿滋美200元 鄭大有100元 老闆的500元課金就是 感謝天后娘娘大恩大德使太太到過難關 凡請大亨代為還神姐姐 是否當晚那位聽眾 是 真的放下心頭大蛇 我老掛心 你繼續說 凡請大亨幫忙上香祈求天后保佑 今年事事順利身體健康 100元老闆的求上香保佑大家生一年工作順利 還有老闆100元的人人生日快樂狗仔頭 100元的祝大亨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心想事成敗RL 100元老闆的求大亨代上香生一年一帆風訊 小人遠離萬事如意拜澳門蟹仔 澳門蟹仔順利 200元老闆的明天出發去大阪求上香保佑一切順利 及祈求家人身體健康拜許田 順利 莊智英2000元課金就是人生日快樂狗仔頭 感謝狗仔頭生日快樂 你的駕駛 100元的阿尖人生日快樂狗仔頭 生日快樂 100元尖尖細一人生日快樂 龍情蜜意賀連卡友宜時三B窩心 大家都生日快樂 100元鎮白的人生日快樂狗仔頭 謝謝生日快樂 不知道課金剛才那位聽眾 是不是那晚叫我上香港的聽眾 我一直都不敢問你 我不敢發訊息問你 都不知道什麼狀況 希望是平安 希望是那位朋友 又或者你告訴我 是不是這樣 驚人天相 那就開心了 喂!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看看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